在秦岭深处的一个小山村 住着两对年轻的夫妻 灰灰和桂兰两人的感情很好 一心扎根在田野上 春时秋华 日子过得很是不错 灰灰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能和桂兰要个孩子 和和是灰灰的弟弟 秋荣因为受不了他爱折腾的性格 两人离婚了 秋荣带着年幼的孩子生活 和和则住在灰灰家的一个小屋子里 靠卖豆腐为生 灰灰和桂兰都是热心肠的人 他们一心想撮合秋荣和和和 却没有成功 和和每天磨豆子的时候 灰灰都会去帮忙 一天夜里困了不想去 就让桂兰去 桂兰帮完忙回来 发现灰灰呼噜声打得很小 就用脚去量他的身子 灰灰吓了一跳醒来 又秒睡过去 桂兰有些生气 愤愤地睡去 白天 和和去卖豆腐 撞见了秋荣 秋荣对着一条狗指三马回 和和不敢说话 只得转过身去 他把一块豆腐和身上的钱 放在石头上 秋荣走过去 不仅没有拿 连看都不看一眼 和和很难受 和灰灰一起喝酒 秋荣不仅要自己带孩子 还要去田里干活 灰灰对农活很有经验 常常去帮秋荣的忙 灰灰喜欢娃娃 还把秋荣的孩子带回家 说要进来带的 乐呵乐呵 桂兰看到孩子也很开心 他提议抱养一个孩子 被灰灰拒绝了 和和是出去见过世面的人 一心想要通过创业 发家致富 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和和找灰灰 一切合伙养餐 灰灰无情拒绝 桂兰偷偷拿了 八十块私房钱给和和 支持她养餐 还给了她一块心补 让她给秋荣母女俩送去 桂兰让灰灰一起进城 去买窗户纸 灰灰不情愿 刚好看见和和要进城 别让桂兰跟着她一起去 桂兰二话不说 就跟着和和走了 灰灰又到秋荣家帮忙干货 秋荣给她做了饭吃 碰上村里的二水 去骚扰秋荣 灰灰操起家伙追出去 把她赶走了 虽然秋荣嘴上不说 还是时刻关注着和和 和和养餐有一段时间 桂兰经常去帮忙赶鸟 村里有人看了 便嘲笑灰灰 连自己的老婆都看不住 灰灰不开心 来到秋荣家 到了天快黑才回家 回家以后 两人因为桂兰到山上养餐的事 吵了起来 桂兰大哭 和和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养残上 最后还是失败了 秋荣知道了以后 默默地送来一篮子鸡蛋 转身就走 半夜 和和去叫秋荣的门 让人抱在一起痛哭 秋荣以为和和和愿意踏实做个农民 和他好好过日子 没想到和和心里还是想着干大事 秋荣彻底绝望了 两人关系绝立 和和离开了 出去外面打工 一天在饭馆里吃饭 醉酒的她和人家吵起架来 桂兰让灰灰出去找和和 灰灰不答应 便决定自己去 灰灰挡在门口 不让去 正在这时候 和和回来了 桂兰对着和和撒气 和和回来以后 又开始准备养飞树 和和想找灰灰 当自己贷款的担保人 灰灰觉得贷款的数额太多 风险有点大 灰灰委婉拒绝 桂兰听了不开心 和灰灰打起架了 和和被灰灰的一句话气走了 晚上的时候 灰灰发现八十块钱不见了 她质问桂兰 桂兰说了实话 灰灰崩溃 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 拿起棍子 把家里砸了一番 第二天一大早 村子里的人开始说三道四 桂兰一气之下 自己搬到小屋子里住 人开始打起冷战 桂兰去找和和 被他屋子里的飞树吓到 和和劝他回去 和灰灰和好 桂兰喝止和和 也是没有用的男人 桂兰不吃灰灰做的饭 灰灰气得把碗都摔了 和和羊飞树 真的赚钱了 她得到了贷款 规模越做越大 在灰灰的帮助下 秋蓉种的麦子 长得很好 很快就可以收成了 秋蓉很是感谢的 说要让儿子长大了 抱他的 桂兰知道和和要进城 便偷偷跟着去了 和和带他 见识了城里的热闹 桂兰觉得一切都很新鲜 桂兰在城里住了一宿 没有回家 灰灰看到贵兰没有回家 以为贵兰和灰灰私奔了 村里的人都来看热闹 灰灰坐在家门口大哭 和和买了两包烟 让桂兰带回去给灰灰 桂兰带着烟回家 没想到还没到家 就被人指手话叫说着 回到家后 灰灰对他发火 村里人又来看热闹 桂兰很生气 觉得很委屈 他把灰灰数落了一顿 开始大哭 灰灰觉得很没面子 让桂兰滚得圆圆的 这样子一闹 仍然也去离了婚 灰灰有些后悔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灰灰去秋蓉家 秋蓉告诉他 如果不嫌弃 愿意和他一起过日子 秋蓉让他等过了风头 叫个没人来说 免得有人闲人闲语 灰灰答应了 很快 灰灰和秋蓉就结婚了 和和又出门打工去了 桂兰每天帮他养着飞树 等着他回来 一开始 害怕飞树的他 现在都可以和一屋子飞树 单一起了 一段时间过去了 和和回来了 开着一辆拖拉机 和和真的变得有钱了 也和桂兰在一起了 看着他们买了很多大件的东西 村里人都很羡慕 而灰灰和秋蓉 也继续过着朴实无话的日子 还让秋蓉也给他生个大胖儿子 夜里 鞭炮声响起 和和把桂兰娶回家了 其实 每个人想要拥有的生活都不一样 只有和他对的人在一起 日子才能过成自己想要的那种 希望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我们 最终都能寻得自己的幸福 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记动动你的双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